洗米而已,有那么夸张要分享上船吗? 是这样子的,我个人,洗米是分三个阶段洗米 第一段水当然会多一点,摇一摇,搅一搅,米粒稍微摩擦一下 看看有没有不要的一些脏东西,像石头,石头当然不会飘起来 有没有米虫啊,或者是一些渣质 咬几下之后,我们当然水就倒掉了 第二次水淹过一点点就好了 目的是为了要增加米粒之间的摩擦 因为水没那么多,米粒之间的间隔就会比较小 会增加它摩擦的这个程度 所以第二次是稍微搓的稍微彻底一点 因为是水没有放太多 可是也有人认为说米不要洗得太干净,洗得太彻底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米没有那么脏 所以溢湿一下就好,不用洗得太干净 因为洗得太干净的话,有些养分 然后那个米粒上面那些养分就被你搓掉 就变成营养分会降低 那搓完第二次之后,我们再洗第三次的时候 水也可以稍微再多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水稍微清澈一点 像刚刚我们在第二次洗完的时候 有加了一次清水 主要是把那个米粒之间 有一些粉浊的一些粉或者是水把它冲掉 所以在搓第三次的时候 水多一点,然后我们清澈一点 我们可以看如果需要再洗干净一点的话 我们就再搓它第三次 那第三次我们可以一边摇一边搅 然后看看有没有里面有一些黑黑的啦 脏的啦,虫啦 稍微再检查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水倒掉 那你要把它倒干净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冲清水 让米粒之间的那个 一些稍微混濁的,有带粉的 那个把它冲出来 就是我三阶段的洗米